八十多年前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 为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周恩来 拍摄了一张单人照片 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迹》中 记录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印象 他头脑冷静 善于分析推理 讲究实际经验 他态度温和说出的话 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 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 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 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周恩来就是这样 以他个人的魅力 让世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 1973年 意大利著名摄影家焦尔乔洛迪 作为意大利时代周刊的记者 随同意大利外长朱塞佩 梅迪奇访问中国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 按规定 随行人员不允许带相机 他就跟总理讲 他说 总理阁下 我今天杀了一个谎 我特别想给你拍张照片 总理就很幽默地说 你这白头发了 你还要撒谎吗 白头发的人 那请求我是不会拒绝的 周恩来十分配合地 测坐在沙发里 洛迪按下快门 这样就有了这张著名的照片 陈思忠的周恩来 他也是外国友人 为周恩来拍摄的最后一张生活照片 白白去世以后 他到北京见了妾妈 妾妈也称赞了这张照片 当面称赞 这恩来同志 是人家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但后来他也跟我们讲了 还有很多领导人请他拍 他说周恩来就是周恩来 你们也拍不出周恩来那个样 所以我也不能给你们拍 周恩来的这张照片 在全世界发行了几千万张 记录了周恩来独特的风采 高雅的姿态 深邃的目光 正坚定地朝着中国的未来看去 周恩来 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 不朽的名字 它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是一面不朽旗帜周恩来的一面不朽旗帜帜